大家好 我是4个0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G-FRIPCE 尤加青池 相信大家看到他们全体不续约的消息也给他们非常震惊吧 今天就來回顧一下他們的音樂吧 GFRIEND是2015年由Source Music所推出的六人女子團體 成員包括隊長索苑、瑞玲、銀河、玉珠、姓菲和炎智 首張迷你專輯的主打歌玻璃珠 作為校園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曲表現非常的不錯 並以清純活潑的形象迅速打開知名度 但讓他們真正開始走紅的是第二張專輯的主打歌 今天開始我們 歌曲一發行就在姻緣榜拿下一位 之後成績也一直很不錯 之後在一個令人非常心疼的舞台 總共跌倒了8次 影片也在網路上爆紅 歌曲又在排行榜大幅度的上升 此時小女友也因為複雜的編舞和整齊話異的舞蹈而廣為人知 在這裡也可以看到主唱YouTube 在跌倒後迅速爬起唱高音的部分 非常的敬業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複雜的走位 這首歌在很多舞台都有發生成員跌倒的狀況 這裡銀河也是一開始就重重的摔在地上 又迅速爬起回到隊伍裡 而在2016年推出的第三張迷你專輯主打歌讓時間流逝 則是將他們推上了巔峰 並在各大音樂節目中合計拿下15個一位 也在各大音樂榜單達成了完美通殺 但不知道該說他們幸運還是悲情呢 許多舞台都發生了非常多事故 但也讓大家看到他們強大的實力 緊接著在同年7月發行第一張正規專輯以Navolera為主打歌 這首歌也在各大音樂節目總共拿下14個一位 兩首主打歌合計拿下29個冠軍 成為2016年最多一位的歌手 也創下了女團最高的紀錄 而在2017年發行的Fingertip 由於轉型的關係成績並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在之後的Love Whisper和Summer Rain 由於又回到了夏日清純風 成績又慢慢的回升 在這兩年小女友也非常積極的上綜藝節目 在節目上不計形象的搞笑 而在不斷的表演兩倍速舞蹈 也讓小女友成為刀群舞的代名詞 在綜藝節目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們靈微不亂的表現 這裡瑞琳的麥克風掉了 迅速把麥克風抓著 並面帶微笑的跳完兩倍速舞蹈 而瑞琳在Running Man上表演亂舞時 也非常的不計形象 膝蓋還撞到了鼻子 不過也有觀眾認為瑞琳表現得太過誇張 讓他心情大受影響了一陣子 而2018年小女友推出Type for Moonlight 強勢回歸 拿下10個一位 也在夏日特輯推出了Sunny Summer 而這年他們也正式進軍日本 並舉辦首場單獨演唱會 之後在2019年推出第二張正規專輯 Type for Earth 主打歌是Sunrise 而這次銀河也分擔Yuju的高音 非常令人驚艷 而7月發行的第7張迷你專輯 主打歌Fever再次拿下的OQ 得到了6個一位 在2020年開啟了回三部曲 而三張專輯的主打歌分別是 Cross Road、Apple、Margo 其實這三首主打歌 還有專輯裡的很多首歌我都非常喜歡 但這三首歌剛推出時 大家對於轉型好像不是很能接受 不過我覺得他們其實消化得非常好 不管是Apple的性感風 還是Margo的復古風 都令人非常驚艷 像女友也再次在節目上表演猛眼舞蹈 透過不斷的練習 才能一直在節目上表演兩倍數或猛眼的舞蹈 不管轉換成哪一種風格再複雜的走位 他們都可以好好的消化 而在看到新聞宣布全體都不續約時 感到非常驚訝 畢竟他們一直有在活動 甚至是直播 在直播中小女友也沒有談到這件事 在新聞出來之後網路上就有了非常多的猜測 有網友也注意到宣告不續約後 經紀公司馬上將GFRAME做商標申請 懷疑是雙方已經撕破臉 這也代表之後6人要唱GFRAME的歌 可能還要付錢給前公司 GFRAME身為小公司的傳奇 被Sauce Music這樣對待 一切會令人惰罰 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也只能這樣子了 希望之後能像許多網友猜測的一樣 6個人加入別的公司再次成團 或者像Highline那樣自己開公司 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不論未來如何 都希望6人能夠繼續走花路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麻煩按讚訂閱 下次還想看到我介紹誰的影片呢 歡迎留言和我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